上個月爆過污水渠的黃埔花園 想不到這一葉爆 關上一個大秘密出來 如果你也是駐黃埔的話 可能你也是受害者 以前爆一個洞可能是在不到 他說是在不到 但現在爆了一場八十多米那麼長 終於他就要面對現實了 林先生也是黃埔花園的小業主 就是因為上次爆他 才發現同宿和王的三組建築 海明軒、海濱廣場和軍事酒店 將污水渠搬到他們的屋苑 但一直不知道 由醒目居民覺得奇怪 向管理公司查問才知道 多年來三組建築的污水渠維修費 都是他們吃的 一班小業主著火 管理公司驚喜上來 就主動提出 即是由以前到現在的維修費 差不多二百六十萬 免免了經理人籌金 如果我們不主動去問他這個問題 他永遠不會主動去交出業務 業主代表之後 和管理公司物業總經理開會 說屋苑的渠武圖是沒有接駁外來渠管的 只是未經業主的同意就亂搏他 最慘是和往三組都不用分擔維修費 他們覺得管理公司和成哥為威威 班小業主成立了一個聯盟 計劃下個月上街 要求管理公司交分權出來 即是我們的公契管理人 我們是理解他們要守護我們的利益 但是他簡直是不知不覺 那我們怎麼可能再信任他 做我們的公契管理人呢 不過有工程師就說 三組建築是不是要給他的維修費 就要看公契條文了